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玩具推薦,我是 Erwin 最近天氣凍,大家記得多穿幾件衣服以防凍傷 喜歡賽車類別的朋友,今次就開心了 Mini GT 1 月底的預定比較偏向賽車類別 首先有 Lamcan Creeper 的 1954 今次選用了薄荷色 雖然是換色系列,但這個薄荷色 配合銀色肩,整體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BMW M4 的 CSL 也是換色系列 這輛採用了亮黑車身,再配合紅色線條 另外四輛以下都是賽車的換色 首先是 Ledger Strattel 的 HF 11 號 就是勝雷莫拉力賽的冠軍車 Macaron F1 的 GT R 33 就是 1996 年利曼的 24 小時拉力賽的參賽車 最後兩款,載到這個紅樓 F1 R B 19 1 號和 11 號 前者就是 2023 年 巴林大獎賽的冠軍 後者就是 2023 年 沙地亞大獎賽的冠軍車 上年 Bandai 宣布推出 尼爾的 2B SHF 之後 相信大家都會很興奮 近日也是到貨 面上是比較偏卡通的感覺 忠不喜歡就真的見仁見智 個人覺得是不錯的 配件方面就有一把刀 和支援機 SHF 還有 Command LiDAR 的時王 和創劇 就是 Generation 版本 Spy X Family 的 SHF 今次都終於出道配角 今次到貨的就是 Damian Desmond 同樣都是這個系列的各種搞笑表情 都有附送的 Figure Arts Mini 有高橋劉敏子老師 他經典的作品 就是復星小子 女主角拉夢 再版模仁 有這款一直評價的 MG 1-187 哈迪的高達 這款可動是不會比MG差 缺點大都非常明顯 就是舊時代MG的跨步和大腿 是用球關連接的 另外考考一下 大家知道以下角色是誰嗎 沒錯 就是出次遊戲王 武藤遊戲其中是王牌怪獸 就是混沌戰士 在卡牌方面 都出過好幾個不同版本 由舊世代到新世代都是有的 參考近期的FRS 超人 混沌戰士身上 所謂的金邊花紋 應該都是有分件 而且封面都是還原卡圖上的經典動作 相信也是Bandai 一個成員之作 今期的玩具推介就到此 喜歡影片記得CLS 想知道最新玩具的資訊 可以follow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影片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既然終告 成功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